老游时谈,大家好,我是老游 这两天,哈里斯接受ABC6频道的独自受访事件开始在网上发酵了 因为表现实在是太差 现在在推特上引起了网民的大肆炮轰 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个事件,民众的反应 主要还是得看社交媒体的反应 因为社交媒体,大众都可以自由发声 虽然声音很杂,很纷扰 但是它基本上能够及时的反映出大众对热点世界的基本态度 而那些所谓的主流媒体 基本上都是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在做报道 那么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 网友们都是怎么评价哈里斯的这次单独受访的 那么在观察哈里斯的受访评价之前 在这儿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 这个是美国媒体的一个政治立场图表 我们大致的来了解一下美国的这些主流媒体 各自的政治立场都是什么样的 以便我们在阅读新闻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如果你要是不了解这个东西 你在看新闻的时候就会被主流媒体带到坑里去 这张图表我感觉对于左右的划分 基本上是准确的 但是在倾向程度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偏差 所以大家就做个参考吧 具体的新闻内容还是得由大家根据文章的实际情况去做判断 那么这份图表呢 它的出处是来自一个叫O-Size 这样的一个网络媒体 应该翻过来叫全方位吧 它网站的定位上面写的这么一句话 说不要被媒体偏见和错误信息所欺骗 那么按照这个网站的定位来看 应该是试图让自己中立的这么一个媒体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张表大家也可以截个图保存一下 以后随时可以拿出来对照 那么我们先来看中间的 这里面被他评为中立的媒体有BBC News 然后呢比较知名的吧 我们就说知名的 有福布斯 有新闻周刊 有路透社 有这个The Hill 国会山报 还有华尔街日报 它后面有括号news 就是新闻 华尔街日报的新闻 这是中间的这部分媒体 然后我们看啊 偏左的有哪些呢 ABC News 我觉得ABC News应该放到极左 它其实它在这是偏左 然后呢有AP就是美联社 还有Exos 这是一个网站吧 应该是啊 还有布隆伯格啊 就是彭博社 下面呢是CBS News 还有CNN 你看他CNN 他只是把它放在偏左 还不是极左 然后就是卫报 还有inside就是商业内幕 然后再往下是NBC News 还有纽约时报啊 后面括号新闻news 纽约时报的新闻 然后呢就是NPR 就是美国公共 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啊 这个 还有Political 政治网站 下面还有一个叫Public 还有下面这个很知名的 Time时代周刊 再往下有这个华盛顿邮报 USA Today 就是今日美国 然后雅虎新闻 你看这些比较知名的媒体啊 很多都是偏左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偏右的 你看偏右的媒体就非常少啊 知名的 你看其他这上面几个 我都没听说过 呃 这最知名的就是Fox Business 就是福克斯的商业频道 然后呢就是纽约邮报啊 纽约邮报啊 新闻是偏右的 然后呢是华尔街日报 下面注着是观点 华尔街日报的观点是偏右的 啊 还有下面这个叫什么 Washington Examiner 啊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报纸啊 啊 你看知名的就这么两三个啊 所以你看啊 就偏左跟偏右的媒体啊 视力是非常严重的 不成比例的啊 然后我们再看极左的 极左的媒体 它这里面呢 你看比较知名的是大西洋周刊啊 然后呢下面是 Daily Beast 就是野兽日报 然后下面这几个 我还真不太熟悉啊 什么Jakobin 啊 妈的穷斯 这个都不知道什么网站啊 那下面这个比较知名 MC NBC 然后呢纽约克 啊 这都是极左的 然后呢 纽约时报 观点上啊 在观点上啊 它是极左的啊 然后的Nation 啊 Slate Fox 这都是极左的媒体 然后我们再看极右啊 极右的也不少啊 但是知名的不多啊 最知名的就是Fox News啊 就是福克斯啊 福克斯新闻啊 然后呢 是纽约邮报的观点 这是极右的 呃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下面比较知名的一个是 Newsmax 是极右的 啊 还有一个叫Daily Mail 就是每日邮报啊 也是极右的啊 其他的都不是特别知名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啊 左右政治立场 这样的一张图表啊 大家可以截个图啊 保存着 当你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啊 你要判断他的立场 哎 这个表格呢 就可以拿出来 啊 我呢 已经把它打印出来 我贴到我的墙上 哈哈 时刻提醒自己啊 要清晰的看清啊 这些媒体的真面目 好 下面我们再来聊哈里斯周五的那个采访 现在啊 对这场采访 网上啊 评论开始发酵了 现在啊 声音最多的就是推特 因为主流媒体啊 这两天应该周末嘛 应该还在休假中 但是呢 社交媒体 哎 大众是不休假的啊 拿了手机啊 在哪里都可以发推 所以推特 现在推特上 对哈里斯的这个采访啊 基本上是负贫如潮 据一位网名叫做 瑞安 萨维克拉的资深记者啊 他是每日连线的记者 他说 哈马拉哈里斯 接受的这次采访 确实令人震惊 从未见过一位政客 如此紧张 对自己竞选的职位 如此没有准备 在选举之前 如此茫然 说实话 这有点可怕 那就是这位记者的一个评论 另外啊 另一位名叫 格雷格普莱斯的用户 他发帖 说 天呐 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记者问他 你在降低价格方面 有什么具体打算 卡马拉回答 说 我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 我生长在一个对草坪非常自豪的社区 这个问题 我在昨天的节目中已经指出过了 其实发现哈里斯硬套标准答案的 不止我一个 网上有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还有一位名叫 川普战斗史的一个网友 他发文说 卡马拉在关于经济的辩论中 他说我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 三天后 卡马拉又谈到经济问题 我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 他对美国没有任何计划 他所能做的就是 重复同样排列过的谈话要点 你看 很多人都发现了 卡马拉是中产阶级的孩子 这个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口头禅了 现在 另外还有一位网民叫 提姆莫塔夫的网友发文 说 卡马拉哈里斯 今晚首次单独的电视采访中 受到猛烈批评 而且没有任何民主党的报道 为他辩护 我还以为是周末 编辑们都在休息呢 原来民主党的记者们 也看不下去了 如果你是一位思维正常的人 不管你是记者还是编辑 或者就是一个普通百姓吧 但凡有眼睛有耳朵的 都能看出 这个女人胸无点磨 其实他根本就不具备当总统的能力 但是硬生生的被民主党给推到了竞选的这个位置上来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订阅关注本频道 台湾老朋友们多多点赞 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哈里斯他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 如果今年的大选 他要是被川普击败了 我感觉他的政治生涯基本就结束了 假如他今年没有参加这阶的总统大选 他还是一个副总统 那么他的这种低能就不太容易被大众发现 如果他今年能在副总统的位置上平稳的结束任期 即便民主党败了 那败的也是民主党 对他对哈里斯的个人来说 伤害应该不会太大 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自从拜登老爷子被拉下进雪台的那一刻开始 全国的聚光灯蹭的一下就转移到了哈里斯身上 所以他的一举一动自然就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本来他的这种低能是被拜登的平庸给遮住的 但是现在拜登撤了 那么他的低能就暴露了 有人说哈里斯根本就没有做好就职总统的准备 事实可不就是如此吧 在7月21号拜登宣布退选的前一刻 我估计哈里斯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成为总统候选人 自己什么也没干 突然一步就登天了 我估计这个他绝对是没有想到的 为什么说哈里斯不具备总统的基本能力 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个答案 在上一届大选中 他在党内初选的过程中 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连党内初选都出不了线 你说他的能力还能有多强 这个就好比什么呢 就像中国足球 你连亚洲都出不了线 突然就把你推到了世界杯总决赛 说跟阿根廷或者跟法国队去争夺冠军吧 你说这是中国足球队的问题吗 国足也是受害者呀 本来只有中国人知道中国足球那么烂 结果这么一推 全世界都知道了 原来中国足球凶无点磨 现在你看美国的这两位总统候选人 不就是中国队和法国队的区别吗 所以我说哈里斯他是一个受害者 这个观点大家应该没意见吧 但是现在他已经被推上了战场 他就没有回头路了 明知自己凶无点磨 但也得挺住啊 是吧 中国队再差 但已经上了世界杯的总决赛 那就是拼了老命 也得在场上跑啊 假装强害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哈里斯就是一个民主党换灯计划的 最大受害者 昨天有批评人士向华盛顿邮报表示 说哈马拉哈里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附属机构的轻松采访时 再次大肆胡言乱语 他不仅回避了记者的问题 也很少发表实质性言论 对此 纽约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叫尼科·马利奥塔基斯 对媒体表示 说当记者问他通货膨胀时 他却以谈论邻居的草坪来回应 我想说他与普通的美国人脱节了 但更糟糕的是 他没有计划去修复他 因为他就是弄坏他的人 这是这位议员的评价 另外共和党政治顾问叫罗布瑞安 他说 哈里斯的回答完美地说明 为什么他的经纪人担心他接受访问 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如果让哈里斯单独的召开记者会 直面全国的新闻记者 现场及时的接受提问 你知道后果会怎么样 那就不是翻车的问题了 可能会发生车毁人亡的事件 所以他宁可顶着全国媒体的指责 也不愿召开记者会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的浮现 我们大致可以拼凑出哈里斯 躲着媒体的真实原因了 因为他是真的不能面对记者 否则他的这种行为 他的这个表现真的就无法解释 ABC今天又发布了一篇 关于大选的民调报道 标题是 民调显示哈里斯被视为辩论赢家 且略微领先川普 你说ABC现在发布这样的新闻报道 还有意义吗 谁还会再相信ABC你们的报道呢 在众目睽睽之下 都会严重作弊的一个媒体 你觉得你还有公信力吗 在这场辩论上 ABC可以说是赌上了身家 在那帮哈里斯竞选 如果哈里斯要是输了今年的总统大选 我觉得他都对不起ABC 他应该朝着ABC叩首三拜 以示谢罪 因为ABC在川哈辩论的这些事情上 确实是两肋插了刀 而且这刀已经把自己的两肋都给割伤了 这对哈里斯那是多大的恩情 如果哈里斯选不上 ABC将会成为一个一臭万年的媒体 其实即便选上了 也改变不了ABC已经在公众心目中留下的臭名 除非换个老板 从这个角度来看 CNN还是有点职业道德的 虽然CNN在立场和观点上是一个左派媒体 但是在拜登和川普的辩论中 人家没有那么严重的表露出那么恶劣的违背职业道德的表现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 CNN应该还算是一家媒体 虽然立场偏左 但职业道德犹在 而ABC几乎已经超越了作为一家媒体的基本道德 正如川普所说 这家媒体其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当然在美国 媒体的存在和消亡不在于总统 而是在于人民 反正自从有了这件恶心的事件之后 我是再也不会引用任何ABC的文章了 从此已经将它扔进了我的媒体垃圾桶 最后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首我的新歌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这首歌曲的全新录制版本 昨天已经正式上线 歌曲的完整版本 我把链接放在今天这个视频的文字区 欢迎大家试听转发 这首歌是我十年前写的一首作品 之前收录在我的第三章个人专辑中 这一次我对它又进行了一个赶版 又重新录制了一个新版本 希望这个新版本能够给大家的心灵 带去一丝温和的暖光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方向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心平气和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信仰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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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